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是骨盆腔中最常见的肿瘤 子宫肌瘤是子宫平滑肌的过度增生 是妇产科领域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 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一生中会有子宫肌瘤的发生 年纪越大,比例越高 一直要到停经以后,比例才会慢慢的下降 幸运的是,大部分的子宫肌瘤都是良性的 恶性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一 子宫肌瘤可概分为三种 第一,肌肉层内肌瘤 位于子宫肌肉层中,是最常见的肌瘤 第二,僵膜下肌瘤 由子宫往腹腔中生长,症状通常不明显 要长到一定的大小才会有压迫的症状 第三,黏膜下肌瘤 往子宫腔内生长,通常伴随增加惊奇血量的症状 事实上,大部分有子宫肌瘤的人 症状都不太明显,甚至不会有症状 所以有许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子宫肌瘤 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就是月经的筋血量增加 可能还会有性胶疼痛、筋痛、外性的骨盘腔疼痛等问题 或是因为肌瘤太大压迫到泌尿道系统 造成贫尿或是解尿困难等问题 在诊断方面,可以用高解析度的超音波检查 来检查出大部分的肌瘤 另外,子宫肌可以用来检查黏膜下的肌瘤 并顺便将其切除 治疗方面,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 或是肌瘤没有太大 可以定期追踪,不需要立即治疗 大部分的肌瘤都是因为女性荷蒙的刺激而长大 更年齐后,就会开始慢慢的萎缩 停经前,如果没有临床的症状 停经后,大部分也不会再被肌瘤所困扰 关于子宫肌瘤,相信大家仍有许多疑问 这边帮大家整理几个强健的问题 来询问大新生殖中心的院长 请问院长,子宫肌瘤会不会影响到怀孕力呢? 子宫肌瘤一般来讲是不太会影响到怀孕的能力 请问如果有肌瘤,需不需要开刀? 如果需要开刀,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开刀呢? 肌瘤需不需要开刀呢? 通常有症状,比如说会疼痛 然后经血量非常多的病人才需要开刀 一般没有症状是可以不需要开刀 不影响到怀孕的能力也不需要开刀 不是长在子宫腔内的肌瘤也不需要开刀 请问如果开刀拿掉子宫肌瘤 会不会影响到怀孕的能力? 开刀一般来讲,如果预防了很好的话 预防在年很好的话是不会影响到怀孕率 或者是没有侵犯到子宫腔 影响子宫腔很大的话都不会影响怀孕率 想知道更多的备孕资讯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